天安門三君子之一 1989年六四期間在天安門廣場 坡屋毛澤東畫像的余智堅 3月29日因糖尿病發症 在美國病逝 余智堅曾因六四期間的行為 入獄多年 後輾轉經過泰國逃到美國 我們邀請到六四學生領袖 著名異議人士王丹就此次發表看法 王先生您好 土春您好 當你聽到余智堅去世的消息時 你有什麼樣的心情 當然我們心情是 我想跟大多數人一樣 都是非常沉重的 我們知道余智堅先生 為中國的民主事業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麼他其實年紀並不是很大 今年早是令人為他非常地惋惜 今年是六四28周年的紀念 你如何看待天安門三君子 當年的行為 我覺得天安門三君子和排除的行動 主要針對的是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 這是非常具有甚遠意義的舉動 那當年我還年輕 才二十歲 我還無法更深刻地理解 那麼現在我更理解當時這個行動的意義 因為中國共產專制的所有的問題 幾乎都跟毛澤東有直接的關係 不徹底否定 毛澤東中國就不可能有轉型正義 也不可能有民主化 所以與之間他們到了北京 第一個矛頭對著的就是毛澤東 這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是非常具有遠見的行動 所以這是一個具有符號性的行為 對 也非常的具有歷史上的意義 好的 那麼據說當年三君子 破屋老毛澤東畫像之後 是由高自聯交給國家安全部的 那麼你能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嗎 學生來說 那個時候 當時我不在現場 我也是事後過了一兩天 才聽說有這麼一個事件 那麼詳情都是過了十幾年以後 才有更深入了解的 但是我想您剛才講到的情況 應該有一點不是那麼的確切 應該是交給公安局 因為不可能是交給國家安全部嘛 我們那個時候連中共政府 存在這麼一個 不存在有這麼一個機制都不知道 所以談不上要給國家安全部 應該是就是就近交給附近的 維持秩序的警察 那麼當然我也覺得 當年的學生 他們主要的考慮可能是 因為也不了解以之間他們的背景 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目的 然後很擔心說這樣的行為 會讓政府抓住把柄 或者引起部分其他人的不滿 導致廣場上的這個 不同意見的衝突 大概出於這樣的考量吧 那麼就做了這個今天看來 是非常遺憾的一個錯誤的一個做法 魚子堅到美國之後 仍然一直在關注著 國內的民主和維權運動 但是兩個月前 據說魚子堅退出了海外的民運 那麼你了解這個情況嗎 我大概有聽別人向我講過這個情況 但是我想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麼民主運動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場域 那麼隨時歡迎任何人參加 也隨時尊重任何人的退出 我相信魚子堅一定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我個人來說 對這樣的決定表示完全的尊重 那麼實際上這種情況 不僅是發生在他一個人身上 近幾年來我們也陸續聽說 有些人有些老民運人士 在退出海外民運 那麼你如何評價這樣一種情況 那麼我知道也許有些老民運人士 在逐漸的退出 那麼他們過去對民主運動 有做出過很多的貢獻 那麼如果感到身心疲倦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同時我也確切的知道 有更多的年輕人在加入到民運的陣營從來 總體來講民運的整體力量是在成長的 好的 在魚子堅去世之後 他的妻子在臉書上有一個留言 那麼這段留言很長 但是最後一句話 我覺得很值得關注 這句話是說 願所有熱愛自由民主的朋友 幫助你完成你長期預計的心願 那麼我就用這句話來表達 對魚子堅先生的愛思 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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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